风风 舒畅了我的心怀 怀在谁开 逍遥自在 小春故事 有简吹烟 4月22日下午 北京邓绿军音乐主题餐厅内歌声婉转 近20位歌迷纷纷登台 唱着邓绿军的经典歌曲 与邓绿军三哥邓长夫一起 缅怀这位歌者 餐厅陈设 颇具上世纪90年代歌厅风格 主舞台不大 上方旋转的灯球反射出斑斓的灯光 因是邓绿军主题餐厅 里面自然有不少与他相关的照片 海报 在一面墙上还有不少歌迷对邓绿军的祝福 为了此次纪念活动 不少人特意从外地赶来 董礼来自山东 打小就痴迷于邓绿军的歌曲 在他看来 听邓绿军的歌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也是对青春的怀念 于是他将邓绿军的歌收藏进歌单 现在我的手机显示有550首歌曲 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 什么又见春烟啊 南海姑娘 我和你 原乡人 这都是邓绿军的歌 闲暇的时候我就会放着邓绿军的歌做我的事情 这位男唱女生的演员叫何玉君 是一名拥有15万粉丝的湖南主播 她经常在户外直播演唱邓绿军的歌曲 也向网友介绍邓绿军本人 不管是邓绿军小姐是从业或者是人品 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追随或者去学习的 所以我就经常会在直播间啊 然后去传唱一些邓绿军的经典歌 让大家也去喜欢邓绿军的歌 对于歌迷的到来 邓长富深受感动 她现场也分享了与妹妹的故事 邓长富讲道 邓绿军生前乐于做慈善 得知歌迷们也纷纷效仿 令他非常敬佩 这个歌友会在很多地方 他们的聚会不但是传唱邓小姐的歌曲 他们也做了很多公益跟慈善活动 这个是令我非常敬佩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各地的这个歌友会